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叫做戴生蜂 戴呢 左邊比較多一點 身呢 右邊比較多一點 蜂呢 右邊比較多一點 這三個字呢 都是偏壩 很臭巧呢 我們系上有另外一位老師 他的名字很簡單 他姓簡就叫簡 他姓簡 然後叫美華 美國的美中華名字叫做簡美華老師 我今天用他的自我介紹呢 來去介紹一下我的老師 他是這樣跟學生介紹自己 他說我叫簡美華 名字左右對稱 所以我很公平 很中立 你不要在我身上拿到任何人的分數 我在看到一個 我說我愛身蜂 左邊多一點 右邊多一點 對,我就是很偏襲 如果你要恢復,記得對我好一點 這樣子我讓我的學生們很快的記得 我就是個偏襲的教授 至於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啊 應該怎麼可能信不偏 就像很尷尬 結果我還講到了 如果負離自己太多,心臟就會壞掉 你長得很多人,因為我心臟也壞掉 其實我很快就要慶祝我的第一名的生日 解決得很厲害 我不是解惡一活過來的人 那天我也被珍惜了 而是我在十一年前的9月21號 因為我沒有先認識球法中醫師 所以我的小鞋血球全部堆在了一起 我裝了一支支架 但是我裝了一支支架 我的醫生跟我講非常開心的事情 我也曾經當了很久很難過 我也跟我們剛剛提到 NR舉堂,您提到的 我也曾經對著我的 對著我的爸媽說 媽媽媽媽,對不起,我才四十歲 所以就把自己搞成這樣 我爸媽反過來,他握著我的手說 沒關係啦,你用了四十年 差不多了 然後呢,那時候我裝了一支支架 我的醫生這麼高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難過 我記得那年的端午節 隔年的端午節 有而已,隔年的端午節 我媽媽包粽子裡面也快肥了 我可以把它挑掉 我媽媽看著我說 你如果吃肥也就會死 你母也會死 你母也會死 謝謝我的胖胖說你拍啦 而我的醫生這麼勸我 他說,戴教授你不要害怕啦 裝支架 跟你講這個雖然是健保支架 但是是不鏽鋼的那一高溫 既去焚化爐以後出來 你用免費的設立子 因為那個不會刮電 所以我兒子一定選得到設立子 非常感謝三昌 好,現在剛剛節節 謝謝小小的故事 可以跟各位分享 然後像靜雅 我剛剛有跟他稍微提到一下 他在介紹他自己的時候 我們也記得很接觸 他來自於中華公司 我怎麼眼尖亮起來 大幅看到一個高挑的同學 真的 這時候如果你們有說 各位我來自中華航空 我沒想到 因為 你看我的生活 從小我就不可能進去裝滿空 但是我 進入了另外一個 我拜託了 我就是華航的 那些空姐 不好意思 我還是在地上 中華航空 來我們謝謝小明星 非常有趣的一些說法 謝謝 接下來是靜雯 有一個您講得很好 就是說 因為您準備很多 所以您提到了四次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這邊先不要說 下次換過來這樣 因為 你如果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會掉我們的味道 但是就會沒用了 所以下次你來講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們一定很想聽 我偏不講 不然你下次就不看了 對不對 幫自己付下一次的梗 我知道最近浴室光好帥 走了兩個人 要再找七個人 我覺得很辛苦 對不對 這個真的要相信 而是律師 我正他們的國民法官之後 律師越來越轉 最近才被馬 你該在臉上喝 殺兩字對不對 是嗎 原來給你們 謝謝 另外還有一個 你的危險點 不好意思 小弟是教育部 真的太驚訝 太震撼了 因為你好像講的東西 我絕對失望 其實我剛剛在樓下 完完全全的 事實增長 因為為什麼發現 全場的事實增長 對對對 呃 我們我想今天 台中 台中的朋友 大概全部回憶 通通都要發炸了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實增長 不過呢 我覺得順時增長 可以把它推開 我們真的都很順 你看我們大家都實增那麼順 我們還是坐在這邊 所以呢 其實 其實蠻鼓勵的 其實有一個下下的技巧 比方說 領導準備飲料 但是因為是 現場的關係 沒有辦法飲料拿給大家看 你可以請我們的這一位 你可以讓他有金針 他來當你的見證人 你看是不是他在背後 對不對 你看看 這樣子呢 攻擊力就超強 我都很想搶一塊水晶 好的 那我想呢其實今天我們真的 尤其最新的這個 我覺得我們這位 我們這位同行啊 其實也是 一起站在台上的 這樣的一個講師 他真的把整個情緒 他給我們非常深厚的情緒 非常深刻的感動 所以其實就是一種 廣告巨的感覺 讓大家走入了心裡面 我相信呢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 最難以忘記的心人 其實呢 昨天晚上我睡得不是很好 這個案子呢 跟各位做分享 各位應該昨天 看到的這個案子 每個人都不好受 他身在高雄 一個鄰居 未饒於世界 那時候最難過的事情是 他有一個六歲跟七歲的小男孩 這兩個小男孩看著自己的爸媽 被樓下的鄰居啊 被郭聖聖的砍殺 這種案件其實我相信 律師一定會很覺得 這個碰到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同樣的 也許各位沒有聽過我另外一場演講 滿非你已經聽過 我真的現場 讓死刑犯坐在我面前 我知道我的一句話 他就必須要領受那個子彈 或是不領受那個子彈 當時法官執責我跟我說 他叫說 全場專家你最會講 從早整到 你來做個總結 你知道媒體最愛拿的五個字 你來總結 你提說 請問一下媒體在死刑最喜歡拿五個字 交正可能性 法官希望通過我的最大 講出這五個字 今天他如果把我最後的回答告訴各位 法官這樣子的 代表說 你覺得在場的當事人 還有沒有矯正可能性請做專家總結 謝謝法官給我一個機會做總結 我想 我們的當事人 在離婚協議之後 開車撞死了自己的太陽 以及協調律師 這件事情 這個罪行實在是罪無可涉 人神夠分 當主窒息 無可非議 但是我們後面叫陸下 他們沒有第二個態度可以做 是不是 謝謝各位 所以拿來送給大家的 就是所有的事情 還有不一樣的思考 不一樣的空間 這也是在阿蘭西最偉大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 非到FOS的市場 來當作主演 謝謝